可能要假設輪椅下車區有一步或兩步啦 那下車的地方有自己開車來的 有你載它來的 那載它來的時候 你把它請出來坐上輪椅或你自己坐輪椅 那這一個地方的下車區呢 就下來以後要有一條平整的道路 去接這一塊石板路 那石板路這個我剛剛想的方式就是說 因為它那個地方區塊有點 那個凹陷很大 比這個難處理 那如果用運動場的所有的紅磚粉呢 去把它填補下來 這個石頭都不要拿掉 馬上填補就可以處理 因為它有邊界嘛 所以它要流失的那個 紅磚流失的狀況不多 就像運動場那樣的紅磚粉 要不然的話你就另外一個處理 你就是水泥它在那補滿 也可以 那其他方式很多啦 好 好